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张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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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后期 兄弟 大哥 有李让 对不起 没关系 中国文艺为您奉赏 中国人左里右舍 这圈架可是门学问 圈架方式不同 会直接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尤其是小两口吵架 这什么时候该向着谁 替谁说好话 门道可深着呢 您不信啊 那咱们来听一听 施圣节 石副宽是怎么说的 门口子因为一点小事 吵起来了 街坊邻居听见了 要过来劝一劝 这里有规律 这劝架有什么规律 分谁来劝 你比如说男的进来要劝架 准向着男的 要是女的进来劝架 准站在女同志这一边 是这样吗 这就是规律 我呀没观察过 是吗 您能不能给学一学 我给你学一学 你学一学 比如这屋两口子 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了 越吵声越大 对门二姐听见了 一推门进来了 哎呀个哈娃 个哈娃操了八伙的 不怕人家笑话呀 这是东北人 甚至你们家银不多 事不少 饭馆的菜 怎么讲 老草呗 叫别话 真的 大哥 大哥少说两句吧 少说两句吧 真的 就你嗓门大 刚才好家伙 你嗷唠一嗓子 把我们家灯馆都弄憋了 有那么大劲头吗 啥大不了不起的事 你说进门 你就吵吵八伙 我知道你累 你说嫂子容易吗 真的你看看嫂子容易吗 一早起来就忙活犯 吃饭完小的吃饭老的 把让孩子上小 然后给你打扮力争你上班 完了下班 你嫂子回来 还得忙活犯完了 接孩子下校 然后等着你呀 等你下班 真 你看嫂子模样 真 嫂子形象 这个头 这性格 真的 打一般来 我看嫂子就不错 你又啥了不起 你别吵 别吵 得就这样 就一点小事 啥了不起 得了嫂子 嫂子你也被生气了 你这样 我们那口今晚纸板 没搁家 正好 你上我那睡去 走吧 真静着她 走吧 嫂子 走 得死 劝走了 准向着女的 这是女的过来 劝家 这是女的 要是男的过来 准向着男的 这不一吵 对门大哥进来 您来了 喝 喝你们这呼啊 真热呢 我看你们是无是胜非 等了大哥 大哥少说两句 嫂子 我得批评你两句 你大哥容易吗 我全听明白了 不就因为下班回来晚了吗 现在有几个男的 一下班就往家跑 你再说大哥容易吗 别人一打铃 夹着包跑了 他行吗 怎么 他是个经理呀 负责人 他管销售 他一天迎来送网 他接待顾客 回头呢 他还得写指标 是 完成这指标 他挣的是效益工资 是吧 每天回来 为什么呀 回来晚为什么 不就为这个家吗 是不是 虽然平时回来晚 但双休日 你看大哥出去过吗 大哥真的 双休日你出去过吗 那个周末 我过来找大哥下棋 我一看好点 四大盆衣服 大哥一人 抗尸抗尸抗尸那儿洗 真不容易 累得顺着脖子往下流汗 你说你们家里 不差那点钱 你买个洗衣机 大哥说了 不用买洗衣机 你嫂子说了 我省电 对 最厉害 你多好的人 你去看大哥这碎 这身材这收入 真的嫂子 打着灯愣都找不着 行 少说两个 大哥 你也甭远 甭远 吃亏算什么 没吃在别人身上 是 得了 咱们门口刚开一个洗衣服中心 带自助餐的 是 咱哥俩喝点啤酒 咱洗个澡 怎么样 别犯轴气 走大哥 走 走了 您甭拦着 走 你瞧 劝出来 平息了这事 怎么样 好 都是这样 都这样 没错 咱要是吊个个呢 吊一个 怎么吊个 女的劝架 向着男的说 男的劝架向着女的说 一样劝架 那要不出事啊 是不出事 要出了事就小不了 不至于 不谢 出不了事 我给你学一下 劝架吗 这边两口子吵起来了 对门二姐进来了 女的 向着男的 向着男的说 阿姨你们家可真热闹 饭馆的菜 怎么讲 老吵着 大哥 我真同情你呀 同情 你说你这么精明情干 小伙子 你怎么取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玩意儿 这算一贴老高药 沾上可就接不下来了 你嘚瑟什么呀 你嘚瑟什么呀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看大哥在外边烈了一天 回来干嘛看你脸子呀 没头没脑子 劈头盖脸 看你这顿鼠子 你说完你痛快了 我在那屋 你知道我心里 我多心疼 他动心了 你干嘛呀 你没完没了的 真事 你不委屈大哥吗 你就看大哥 大哥这个岁数 这身材 这个收入 打搬来我看大哥就不错 人家没安好心 你没完没了干什么呀 你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行不行 大哥 甭抵他 上我那屋睡去 行吗 这是差点 差多了 那男的进来劝架向着女的 就没事 弄不好就得动刀 弄出人命 差不多 不至于 我跟你学学 你来了 这屋吵起来了 男的进来向着女的 对 哎呀你们这屋真业呢 操了八火 嫂子 废话 坐下 嫂子 废话 你小了 我看你是活腻了 嗯 你有啥了不起的 你操啥 你有啥 你一年不就挣了一副储钱吗 储钱 你看把你得瑟了 嗯 你有啥你说 你这两个也不去倒了 挑售吧呀 你看把你给脏了的 你看她嫂子一样 你把嫂子气啥样 嗯 你看嫂子 你少得岁数 嗯 这模样 嗯 这身材 用 你不要心里去 嗯 我早就惦记上了 惦记上了 真的 这嫂子容易吗 好 你小子就偷着恶 我告诉你 我憋你不是一天半天 真的 你得啥 你有啥了不起的 嫂子背离他 再来洗澡去 对 说起这邻里关系 许多年长的人 都会有一种感触啊 从五六十年代 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 到七八十年代的 礼尚往来 再到如今的点头之交 街坊邻居间的关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何改变这个社会的现象呢 也许下面这个节目 会给我们一点提示吧 楼上楼下的住着 这是干什么呀 我已经是怒发冲冠了 忍无可忍了 哎呦喂 快坐着坐着 你说人家那水管子坏了 不是就把你们家那墙 弄了这么一小条吗 他直当的吗 不仅是这一件事 他住在我楼上 每天不是打麻将 他就是唱卡拉OK 是啊 还跳踢踏舞 吵的是四林不安 半年了 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流 你看看这个 我的诊断书 今天啊 我跟他事不良力 可是让人赔四千块钱 忒多了吧 我不在乎这四千块钱 我得好好制止这种人的臭毛病 他不干什么呀 他 他 他 不是 我告诉你啊 这事首先怨你 那他也不能这样了 他也太黑了 这 怎么着大招啊 啊 又捅娄子了吧 我再会儿 就在里边呢 他给我装上 他说我不装 他想跟我玩告诉你 我陪他 干好吗 哎呀 这人怎么这么浑呢 这人 哎 您啊 咱们范儿可是去接文明检查团去了 是吗 我看正好把这件事 咱说出去 当反面教材合适 哎 这好主意 你什么时候来啊 一会儿就到了 哎呦那我得接他们去 我接人去 哎 您 啊 您 我搬这两年多了 跟大伙都是笑脸相迎 您给我留点面子 不是 我先接 兄弟 兄弟 不不不 你别这么叫人 忽吓人的 刘儿 你啊 就给他们调解调解 行不行 我没关系啊 你问他 我愿意 我告诉你啊 待会儿调解的时候 不管出多大的事 你甭跟我这儿嚷嚷 行 我就是怕我这皮肚 万一我告诉你 你咳嗽 我就压住 哎 小李啊 哎 来来来来来 哎 刘儿 哎 哼 坐下 好 你先说 你干嘛让我先说吗 说吧 一般都是恶人先告状 你说什么 嗯 好 你先说 你先 你先 还挺知气啊 你先说 哎 还没说呢 就知道自己理亏了吧 什么 哎呦 是刘儿 你这么喊多 废嗓子呀 你甭管我 我来我来 大周 嗯 你先说 那行 我说 是 我是把他们家钱给中了 不就那么一小溜吗 他就跟我要四千块钱 溜你 听听 哎哎 你坐这儿行吗 你别让他说了 你先消消气 小李你说 说我是讹人 他这就属于无知 艾民 哎 我们家装修那个涂料 是我请了一个美术师 特意给调的浅蓝色 多漂亮 他想弄得跟那一模一样 根本就不可能 好 我呵斥去了 你不请一个美术师吗 对了 我给你请十个美术师 我把你家那墙 我重新给你粉刷一遍 哎好好好 重新粉刷好 哎 不过你得给我把家具都搬出去 你说什么 施工的时候不能没地方住吧 你再给我租套房子 你再说一遍 租房子这个房租啊 你掏 你再聊 你能不能不合着你 快憋死我了 你让我说会行 到底怎么着 给句痛快话 我还真不跟你搭着工夫 聊 赶人钱吧 太多了 那就找人给说喝说喝 太行 安民 这警服真漂亮 你先别这样 是不是想我帮你说说 我不是 我帮你说 当理啊 邻居住着 远亲不如近邻 是吧 你也替他想一想 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少要点行不行 不成 要这一件事啊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问题是他不止 这一件事 哎哟喂 肯定还有对不起人的地儿吧 没说实话吧他 啊 没有 你想平时都是关起门来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我哪有时间理他呀 你是那种人吗 那你回家就什么都不干 那么闲着 闲不着 嗯 爱玩 我知道 我平时我打麻架 我卡了 OK 完了 我跳 好了呢 没时间理他 你是好人呢 你在楼上这么折腾 楼下怎么休息啊 哦 哦 哦 什么哦 你就是缺根鞋 我告诉你 楼上楼下就一层板子 知道吗 你楼上这么折腾楼下的就就就受罪 就是 你这就叫扰民 你瞅瞅 诊断书 严重神经衰弱 近似神经分裂 他神经了 对不起啊 我真没想到我给你弄神经了 诚心吧你有点 不不不 我向你赔礼道歉 我要是诚心我是那 诶诶诶 别别 你千万别当那个 你好好跟人说说 给人个保证 我保证 我下回再有这事 你让局委会罚我 我这回我赔你 我光说没有 我回家取钱 你干什么 诶诶回来回来回来 这就完了 你还想怎么着 要不我让 我就要这时候 别别别 只要你以后不扰民 这维修的钱啊 我一分钱不要 就是 真是 真的 街里街坊住着 多多包含呗 邻里邻居的互相体谅 楼上楼下的 咱俩得相互照顾 低头不见 抬头见 兄弟 你就放心吧 邻里之间本该和谐相处 但有时候却因为 一点点误会 而闹出了矛盾 进而 互不谅解 叫起真来 本来很小的矛盾 可能就变成了 难以解开的心结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 有时候 可就需要另外一位热心人 来帮忙调解一下了 这不 演员潘长江 我们还没有解决了 你们说 那我来的需求 路都 Có 空砾 手 想就加油 直到 呢 何三姑 林霞妹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你刚才不是说 咱三号楼里得着先进 是因为我俩之间有矛盾吗 就是 楼长你不得这么说呀 你说你这么一说 叫我们怎么过年呐 这个呀 你要是不当着大伙的面 把我俩矛盾给解决了 我就上你们家过年去 对 那你们俩敢不敢当着朋友的面 把你俩的矛盾说出来 说就说 你拼着 他把一唱歌 叫绕斯林 就他是你绕斯林了 他清早做饭 瞧锅又瞧牌 就他是你瞧牌了 他见我不说话 跟直白打发作 也许那是可诺贼 他见我扭鼻子 开一个小的翻眼皮 也许那是挂尽了鬼 他说我背后跟你捧他的 捧他的小猫女 捧个小猫女 那我在这不知道你 他说我和你仙妹 和你仙妹像是一个黄色小恋人 听说我听小鞋了 这咋出绯闻了 我看你见他心太软 我看你见他就没痕 你身没楼掌不管事 你不如回家哄孩子 不如回家哄孩子 可说是光棍 还没娶媳妇 还没娶媳妇 没发哄孩子 你说这可多吉人啊 那你俩连起手了 谁帮我找个媳妇呗 大伙听听 他也不怕大家笑话他 一说正事他就说他没媳妇 说正品 你赶紧跟我俩解决矛盾呢 是啊 你们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他俩磨叽老半天 这是啥矛盾呢 唱歌了 敲牌了 嘎巴嘴翻眼皮了 这也叫矛盾 三姑 给我点面 不行 今儿个当着大家的面 必须把话说清楚 我咋捅他毛孽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把话说明白吗 和谁先黄色小恋人了 算了算了 再说了就这小模样 值得我一恋吗 你俩吵架能不能不带上我 他这胡说八道 就你礼貌 他瞒不讲理 你当些先提 你没啥了不起 有本事就比一比 我和你没完 我当裁判员 我这不挑事吗这不是 没了 你别nyt 你няの六菱 你看 他联罗 你 Vol吧 完 掉 他真是咋的了 妈呀 没气了 这玩笑可开大了 是啊 咱俩也没想真打 咱把全家的那巴士了 楼长那你快醒醒啊 我和小妹没啥大不了的矛盾呢 是啊 我俩之间那一两句话说开就拉倒的事 是啊 是 那小妹不是托你还给我送过戏票吗 是啊 三姑还让你给我送过饺子 我没给你送过饺子 我也没给你送过戏票啊 都是她 掐人中 按肚子 叶归 探使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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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没事了 压根这妹咋地 给你俩用了一条苦肉计 你 二位都没气了 你才没气了呢 三姑侠妹 听我说 你说现在生活过得这么好 千万别再闹也别再吵了 你们平时都说我缺心眼 那我都是为了啥呀 我真想把心掏出来 让你们看一看 其实 我自己心里头明白 这楼长根本不算啥领导 说白了 就是浇花捡草扫楼道 组织联欢出个黑板板 换个灯泡修个下水道 人家两口闹离婚闹得我 两宿没睡觉 起了一嘴 大火炮 那么我都为了啥呀 我不就是希望咱们三号楼所有的邻里之间 都能够清天热热热热热乎 这楼长不是官 但在居民小区里 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热心的为住户们解决纠纷 排解困难 让楼语间又弥漫着久违的温馨与甜蜜 怎么了牛子脖子 给我们就 怎么回事大过年的让人什么 他把我的三轮车车座给我拔了 为什么呀 他把我的三轮车车座给我拔了 骂我 我没骂呀 他用手机发信息骂我 什么时候啊 昨天晚上十一点 我都躺下了 他给我发一条信息 你看 老牛过年好 这是百年 您听着呀 你现在马上从一楼到六楼来回跑十趟 你将会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 我一琢磨有惊喜 那咱就跑吧 赶紧穿上衣裳 我是从一楼到六楼 从六楼到一楼 我这趟跑一直跑到后半夜给我累的呀 我这正喘着呢 他又给我发一条信息 惊喜来了 啊 来了 哎呦 让你跑你就跑 你缺心眼啊 您瞧瞧 蔡大妈都乐了 蔡大妈她骂我缺心眼 您怎么还乐呀 这不是骂你 这跟你逗着玩 就是逗着玩嘛 哦 逗着玩 逗着玩 逗着玩谁不会啊 这是你的车座子吧 哎哎 我用这个班子 把上次这个弹簧 我给她搬直了 逗着玩 哎 CRIS雷 有事 说善 咱们不能毁这东西 对对嘛 你凭什么骂我缺心眼 哎呦 那不是骂你 那这不是骂你 她不是 她是你 郭子 现在咱们是人人正当文明北京人 你把牛子给弃成这样 你说你是团结了还是谦让了 不是 我这 想办法给他逗乐了 不是 他这怎么逗啊这 你不是喜欢相声吗 你给他说一段 他一乐 车坐着还你了 牛子 郭子非要给咱说点相声 你一乐 坐着还他了 郭子 说 蔡老师 你得帮帮我 我这一个人说不了啊 我不会说书 求你了 蔡大妈 这简单 比方我说 蔡大妈是好人 那我说 您就说好人是蔡大妈 我就把你的话我给翻过来说 对对对 别夸我啊 夸他 夸牛子 你高兴 车坐着还你了 今儿啊 我们大伙说一段 夸夸咱们的好老牛 牛 老牛是好人 好人是老牛 我对不起老牛 老牛对不起我 我请老牛吃饭 老牛请我吃饭 老牛爱吃盒饭 老牛爱吃饭盒 老牛爱吃铁板烧 老牛爱吃烧铁板 你打算烫死我呀 别 别 别烫死 夸他夸他 老牛是真可爱 老牛是真爱可 老牛是真大度 老牛是度真的 老牛是真精神 老牛是真神经 老牛是真坚强 老牛是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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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子啊 我绝对不是骂你 我就是想夸你啊 他绝对不是夸你 他就是在骂你 哎呦 大妈没说好 她是想夸你 我这我都听不出来 我缺心眼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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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妈 我这车座子算是要不得了 牛子 我说这么点事你治愈的吗 这么不依不饶的 点事我憋了一年了 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去年春节 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去 我那个鹦鹉是不是放你家了 没错啊 你教他说什么了 我教他 不是不是我还受他影响呢 我自己都快成鹦鹉了 现在客人一上车我就说 你好 下车我说别拉东西你呢 我教他 那鹦鹉从你们家回来 天天冲我喊 你切心眼啊 你切心眼啊 没别人肯定移交的 不是不是 弄得我的老婆孩子 亲戚朋友 全管我叫切心眼 就连修车 人说啥哪修去 啥切心眼的修去 修完了人家还挺客气 说谢谢您 缺师傅 我感性缺了 蔡大妈 天地良心哪 这要是我教的 让我出门就掉链子 一路遇红灯 磕着拉不着 我收的钱全假币 我知道谁教的了 谁啊 谁也没教 你那鹦鹉啊 自学成才 啊 去年过节你拉活 收了一张假币 为这事你媳妇从初一到十五 没少数了你 你缺心眼啊 缺心眼啊 对对啊 后来两口子吵起来了 还是我这个楼长 给你们调解的 哎呀 那鹦鹉没准跟她那媳妇学的 哎呀 这绝对是跟我媳妇学的 你看 牛子 上你们家去 我非把那鹦鹉 我给她绑过来 我让她改邪归正 重新做鸟 不不不 真的吗 真的吗 牛牛牛 你等着 我把我媳妇叫下来 让她当面给你赔礼道歉 快去 老郭 老郭 过来 过来 骑这么多日子 你不觉得疙瘩话 挺疙瘩 拿着 不疙瘩 修好了 不生气了 谁生气了 这么点小事我还 我缺心眼